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挑战野败求生21天,海岸边有不少螃蟹在岸上溜达,他已经饿了好几天,好不容易才看到有只米露的,立刻绕到背后,用手死死按住他头,轻轻松松就将这螃蟹抓到了,高端的材料往往只需要简单烹饪,让他洗个热水澡,一会的功夫,终于能吃到久违的蟹肉了。 一,不是说双人求生吗?咋就剩他自己一个人了?这还得从十几天前讲起,大壮跟宝儿姐接到节目所的邀请来到多米尼克岛,岛上虽然没什么吃的,但是水上非常丰富,天天海鲜大餐都没问题,宝儿姐不仅是营养专家,还是一名极限运动员,经常独自一人完成各种挑战,他就担心会跟搭档不好相处。 而大壮是退役老兵,身体素质非常好,掌摸了不少求生技能,这次接受邀请,除了听说有美女之外,主要原因是每天要工作十几小时去处理海贝,他就想留过来度假,放松一下。 大壮已经迫不及待脱光衣服去见美女了,双方很快就在丛林里见面,简单交流后,要赶在天飞前到海岸并搭建好住所,幸好这边道路还不算急需,他们还有闲情交流感情。 大壮成看到宝儿解后,孩子名字都想好了,很快他们就看到了大海,这里有一条小河,看起来并不怎么干净,为了安全起见。 大壮在隔壁挖个洞,让水稍微过滤一下,渗透过来,一回的功夫就有一小滩水,这河起来比能浮山泉还甜,暂时不用担心水源,得抓紧时间搭建住所。 但是大壮还在纠结在哪里搭建好,多多转转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,把自己累得不行,距离天黑还有一两个小时,留给他们搭建住所的时间不多了。 最后还是选择在河流附近的空地上,信号附近有不少材料,能够用来搭建住所。 但是靠近海岸不断有强风吹过,宝儿解有点担心,晚上会被海风冷醒,虽然说这里经常下暴雨,但是大壮看着阳光觉得不会这么倒霉。 然而到了晚上下起了暴雨,她这准是开过光的吧,宝儿解在里面冷得瑟瑟发抖,不断有雨水滴进来。 大壮有点后悔了,还不如回去打工舒服。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亮,还是冷得不行。 她们重建搭建住所,确保不会再被雨淋湿。 宝儿解提出了不少建议,但是都被大壮给否决了。 这让她非常难受,两人都想占据主导权。 面对一一勾形的大壮,宝儿解也没有什么办法。 只能到海里游泳冷静一下,大壮觉得自己并没有错,希望她能够理解。 这在第二天,两人就出现了不少矛盾。 这对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为了生火做起了双人运动,用竹子不断摩擦产生热量点燃火融。 虽然看到有烟冒出,但是没有一点火花。 来吧,来吧,差不多了。 费了不少力气,还是没能将火弄好。 只可把大壮气坏了,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。 他们到海岸边冷静一下后,取得生火失败肯定是太饿了。 大壮打算想先弄的捕鱼陷阱,抓点吃的。 正所谓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,两人很快就将这陷阱编制完成了。 大壮就是盖鱼业的,知道哪里放置陷阱最好。 水里到处都是吃的,这可把他馋哭了。 现在只需要等他们上钩就行。 今晚只能再忍忍了,希望明天有肉有火。 天一亮,大壮就到水里查看陷阱。 然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,这实在太糟糕。 没办法,只能找好点的木块继续生火。 两人不断尝试磨砂生火,但是一却没看有火花。 宝儿姐打算尝试用工事钻木取火,但是编制出来的工权并不好用。 当看到有烟冒出来,就绷不住了。 只能用回老办法生火,大壮之前生火信手拈来,到了这里却不会生火了。 对自己非常失望,早知道当初就带个打火器过来。 大家费了不少力气,依旧没有将火生起来。 宝儿姐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差,她感觉这里一切都在跟他们开玩笑。 很想现在就回到家里的大床躺着,看到大壮一直努力地生火,也没有成功就更加伤心了。 这跟她电视看到的也来求生完全不一样。 没有火,没有食物,这让宝儿姐对大壮非常失望。 原本因为她是王者,没想到是青铜。 现在宝儿姐完全没有心情去干活。 就在待在这里发呆,让自己暂时忘记烦恼。 接下来几天,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火。 耗费了不少力气,依旧没能生火成功,靠椰子和海胆让肚子稍微舒服一点。 大壮为了填饱肚子,到海岸边寻找食物。 这里经常会看到螃蟹伤而溜达。 螃蟹没有看到,倒是让它找到不得了的东西,绳子。 用这个生火能大大提高成功率,大壮立刻跑回去准备工具生火。 两人再次挑战生火,但是宝儿姐已经累得握不住, 这让大壮很难顺利地摩擦起来。 他不想干了,让大壮自己一个人摩擦生火。 这可把大壮气坏了,两人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剧烈。 要是让你和异性待在孤岛上,能生存多少天? 反正这个女人是受够了。 大壮希望宝儿姐能够帮忙一起生火。 她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生活。 要是大壮能够自己完成钻步取火, 他们之间关系也不会变得这么差。 现在两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。 虽然大壮想通过交流改变这个局面, 但是宝儿姐完全不想理会她。 独自一个人在默默工作, 像前的女朋友生气在那耍脾气。 大壮的耐心也消耗殆尽, 现在就她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会。 宝儿姐除了基本的交流之外, 再也没有更多的交流。 夜晚宁月冷着也不想跟大壮取暖。 大壮依旧每天努力地生活, 宝儿姐经常躲到角落哭泣。 她也不知道怎么跟宝儿姐沟通, 就只能这样相持着。 这天, 大壮醒来并没有发现宝儿姐的身影, 她有点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 在周围到处寻找, 都没有找到她。 原来宝儿姐去找制作人要离开这里。 制作人再三确认后, 宝儿姐确定放弃。 当她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大壮时, 整个人轻松了不少。 希望大壮能够早日生活成功。 然后坐上节目组的车, 回到自己的家里。 这次孤岛求生可把她折磨得不行。 对宝儿姐的离开, 大壮非常生气, 无法接受会抛下同伴的人。 挑战人再继续, 就剩她自己一人了。 现在只能耗费更多的力气生活。 幸好这一次非常成功, 终于将火生起来。 所以说不比自己一下, 都不知道自己多优秀。 虽然现在整个人累了不行,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大壮是在饿得不行, 海岸上有不少螃蟹出没。 他希望能抓到一两只回去吃。 这里有一只黑螃蟹, 他还没有意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 大壮绕到背后, 趁他不注意, 用手按住他的头, 直接打包打走, 放到锅里煮。 这还是他十几天来, 第一次闻到肉的味道。 扯起来, 嘎崩脆, 恨不得连可都吃下去。 大壮觉得又可惜, 这样的美味不能跟宝儿姐一起分享。 这一天让他恢复了不少体力, 明天就是他要撤离的时间, 到南边的海滩点燃烽火才算完成挑战。 大壮觉得这天气很棒, 明天肯定能顺利离开这里。 他这则应该是开过光, 傍晚就吓起了暴力, 差点就要火堆给弄西密了。 整晚都在照顾着火堆, 幸好并没有出现意外, 天一亮就开始准备东西撤离这里, 用竹子合锅装着火种, 双重保险。 对于大壮来说, 宝儿姐不在, 反而要轻松不少。 耗费了不少时间, 终于来到撤离点, 赶紧点燃烽火通知船过来。 远方有一艘过来, 他实在等不及, 用尽所有力气冲到海里游到船那边。 大壮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强大, 上船第一件事就是吃点东西,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去吃大餐了。 这对陌生男女来到孤岛上, 挑战裸体生存21天, 他们不仅有充足的水源, 还吃上了海鲜大餐。 当然, 吃得最开心的还是那道烤蛇肉, 恨不得顿顿都能吃得到。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来动蜜月的, 他们是怎么样做到的, 还得从几天前讲起, 这里就是西印度群岛中的某个孤岛, 不仅是四摇和鲨鱼繁殖的地方, 岛上还有野猪到处乱窜, 一般人可不敢来这岛游玩。 春花宝儿姐至今还是单身, 想通过这次挑战认识了帅哥, 本身就掌握了不少求生技能, 可不是过来当花瓶, 他觉得自己的表现不会比男的弱。 可惜男嘉宾大壮早就已经结婚了, 他是一名消防员, 身体素质非常好, 平时还喜欢到森林里面打猎, 锻炼求生技能。 对于这次挑战, 他只希望别饿着肚子就行。 两人的评分相差不大, 不过双方观念有所冲突,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爆发什么矛盾了。 很快两人就脱光衣服, 来到丛林里面见面。 宝儿姐看到大壮的肌肉非常高兴, 这次来挑战值得了, 简单交流后, 比此间都举得对方不错。 现在他们得离开松树岭, 前往蓝洞搭建住所待21天, 毕竟全身光着, 想穿过尖锐的十个岩石, 还是有点困难的。 大壮实在受不了, 没走一步感觉就跟小刀哥一样, 他们花了不少时间, 才看到这里蓝洞, 里面就像是迷宫一样, 有各种通道, 有着各种各样的一栖息在这里, 这里的岩石变得更加锋利, 宝儿姐的脚丫都被割伤。 为了安全起见, 他们还是决定先停下来弄双凉鞋, 收起藤板稍微编制一下, 很快他们就穿上凉鞋。 临时做出的鞋子能减轻一些痛苦,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, 两人齐心齐力很快就把住所搭建好, 信号带了打火器, 一下子就将火给弄好了。 蓝洞里的水来自于大海, 但是最上层确实于水, 他们并没有容器装水, 理论上这样的水喝下去, 不会有问题。 搭壮是在渴的不行, 直接顿顿顿喝起来, 他感觉就像是在喝养鱼水一样, 可这总好过缺水导致脱水好, 现在他们不仅补充到水分, 还搭建好庇护所, 有火取暖, 可惜就是没有食物能吃, 不然就是相当好的开局了。 双方都觉得这次挑战没有什么难度, 不过还是低估了治理人虫, 整晚都被折磨得不行, 附近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乱窜, 他们立刻冲了出去查看, 赶紧呼叫宝儿姐, 吓得他们整晚都不敢熟睡, 天一亮, 大壮就到附近查看了一番, 运气好的话, 今天早三就能吃顿好的了。 他沿着痕迹摸索过去, 有只佩奇正在那里进食, 大壮虽然有抓佩奇的经验, 但是现在仅凭着凉血, 很难再严实去追赶到他, 只能暂时放弃吃烤猪疤了。 当搭档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是什么体验, 在岛上栖息着很多陆地蟹, 能补充不少能量。 宝儿姐邀请大壮一些在这里找点螃蟹吃, 大壮非常不情愿地在洞里寻找, 他很担心会被螃蟹瞎断手指, 而宝儿姐很快就在洞穴里摸到吃螃蟹, 他非常高兴, 这么大一只能吃顿好的了, 但是大壮觉得只是个螃蟹,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 一点不屑, 这让宝儿姐听着很难受, 烤熟的螃蟹, 大壮一点都没有吃, 他觉得男人就应该负责受力到食物, 而女人老老实实地煮饭洗碗就行, 这话听着拳头都感觉硬了, 宝儿姐每天晚上还得忍受蚊虫叮咬, 关键是他还来了立下, 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很难受, 天空还下起了大雨, 幸好他们找到了白蚁巢, 燃烧这个能散发出驱赶蚊子的戏备, 这么大一块足够他们用很长一段时间了, 但是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, 整晚都蚊虫折磨得不行, 宝儿姐身上到处都是被叮咬的痕迹, 最糟糕的是, 他感觉有点过敏反应, 蓝洞父亲虽然资源不错, 但是蚊子实在太烦人了, 大庄不得不考虑是否搬去其他地方, 宝儿姐也觉得在这里实在太难熬了, 他们一致决定赶往海滩那边, 唯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水源, 目前为止就吃了螃蟹, 他们肚子饿得咕咕叫, 行走速度并不快, 大海就在树的另一边, 只有跨过这片沼泽地, 就能到达海滩了, 费了不少力气, 他们终于来到海滩边, 这里要比蓝洞好太多了, 能够重新利用, 幸好附近有个半淡水的水塘, 大庄利用剪刀的瓶子去装水, 放到火堆附近煮飞就能喝, 喝起来味道还不错, 不过他发现在宝儿姐把打火机弄丢了, 这让大庄非常崩溃, 要是没有火, 他们什么都做不到, 只能不断收集木材扔到火堆里维持燃烧, 大庄觉得很讽刺, 平时去灭火, 现在要维持火不息灭, 在海边也只能找到椰子和海螺吃, 这些并不能满足蛋白质的需求, 大庄和宝儿姐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, 宝儿姐独自一人到海边抓鱼, 而大庄情绪并不高, 还得留住营地照看火堆, 不得不说宝儿姐的运气挺好的, 当出来就抓到了一条鱼, 比起她的高兴, 大庄感觉更加生气了, 这原本应该自己去狩猎, 她留下来照看火堆, 即使宝儿姐抓到鱼, 自己也饿得不行, 但是大庄就是不愿吃女人抓到的鱼, 宝儿姐对这大男人主义者非常讨厌, 不知道你们生活上有没有碰到过呢? 要是碰到蛇, 你们第一反应是什么? 对于饿了好几天的大状来说, 那就是美味呀, 这条网蛇差不多有1.5米长,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, 狠狠一棍打下去, 紧接地用刀将它解决, 她感觉这才是男人该办的事情, 宝儿姐虽然不喜欢大男人主义, 但是看到这么大一条蛇还是相当开心, 蒋肉放到火上烤, 太久没有闻到肉香了, 一口咬下去, 嘎嘣脆,鸡肉味, 没有什么矛盾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, 大状现在感觉心情好了不少, 吃完水路后, 两人坐下来好好交流一番, 在大状的思想里, 男人要承担所有, 女人只要洗衣煮饭就行了, 这对于宝儿姐这样的女人来说, 非常难接受, 她觉得困难应该大家一起去解决, 而不是像大状这样太过自以为是, 宝儿姐承认大状有能力去受恋了, 希望能够认可, 鼓励一下自己, 大状虽然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错的, 却应该相互帮助才能熬过21天, 很快两人就商量好轮流照顾火堆, 双方接下来几天都没有爆发过什么矛盾, 这天不云开始向岛屿靠近, 估计再过一会就要下暴雨了,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火淋湿, 两人顺步不宜持续添加柴火避免熄灭, 幸好这一病没有持续太久, 他们每天只能靠吃椰子和罗肉补充体力, 这远远不能满足一天的消耗, 尽量躺了休息, 果然到后期还是得看谁更能挨饿, 距离撤离的时间越来越近, 是时候准备木筏离开这里, 幸好每天海上都会飘来不少有用的东西, 他们准备用着木板完善成木筏, 泡沫能提供不少福利, 就是他们坐上去会不会成了, 好不容易终于熬到撤离的时间, 大壮和宝儿姐有点担心, 今天出海会碰到鲨鱼, 撤离点还有段距离, 要穿越这里的珊瑚群, 大壮刚走没多远, 就踩到海胆弄出了血, 很快就有条鲨鱼冲了出来, 就在他们以为要交代在这里时, 海上飞机出现了, 这下不用担心会被鲨鱼吃了, 经过这次挑战, 两人评分都有所提高, 但是宝儿姐可不想再更打男人主义这组队了, 谁对陌生男女来到荒野, 挑战裸体生存21天, 虽然最后他们都完成挑战, 坐上直升机离开这里, 但是专家给他们的评分取直线下降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,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 小美和铁柱接到节目所的邀请, 来到柬埔寨的冒灭丛林, 这里气候非常超湿, 还得忍受高温的折磨, 有各种危险的动物栖息在这里, 铁柱作为退役老兵, 对这次挑战非常自信, 希望能给自家孩子做个好榜样, 而小美虽然是个模特, 但是之前是海军陆战队员, 掌握了不少生存的经验, 即使两人都有从军的经验, 可专家对他们的评分并不算高, 差不多算是挑战者中最低的一组, 两人也不在意评分, 很快就脱光衣服来到丛林里见面, 一次见面就全落着, 场面有点尴尬, 不过现在得抓紧穿过丛林, 找到水源搭建住所, 铁柱对于美女模特还是挺满意的, 在赶落时主动搭讪聊天缓解尴尬, 花了不少时间进入到竹林里面, 树木变得越来越密, 他们全落得非常容易被弄伤, 底下到处都是蚂蚁, 铁柱可不想他们爬到身上, 幸好没多远就碰见一条支流和岩石开过去, 这里非常适合他们搭建住所休息, 小美主动承担砍拔竹子的任务, 铁柱并不擅长用竹子搭建杜索, 只能多交给小美去做了, 自己则负责生火, 毕竟带了打火器, 卡卡几下就将火升好了, 铁黑前棚子还没有搭建好, 仅凭一堆火并不能暖和多少, 小美已经两个瑟瑟发抖, 想靠到铁柱身上暖和点, 但是铁柱可不想因为拥抱取暖, 破坏了跟妻子的感情, 她宁愿冷着也不想抱着小美, 这可把小美气坏了, 她已经冷了瑟瑟发抖, 而铁柱竟然忍心抛下她, 自己扔到火堆旁边取暖, 两人也不知道怎么样熬过了寒印, 小美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完善住所, 她可不想到了今晚继续被冷风吹, 因为铁柱的避险, 导致两人之间产生了不少抱怨, 为了安全起见, 他们打算将水煮沸后再喝, 还好附近就是一片竹林, 可以用竹子弄成容器装水, 这能够在火上反复加热使用, 很快就看到竹子里面的水开始沸腾, 再烧上几分钟, 他们就能够喝到热水了, 可惜里面没有放茶叶, 不过喝起来自带竹子清香, 他们感觉身体好多了, 稍微缓解了之间的矛盾, 但是住所已经没有搭建好, 结果依旧只能忍受寒冷, 这个女人在这里已经饿了好几天, 虽然这里是饿于活跃的水域, 但是她实在饿得不行, 找到了不少隔离,至少今天不用担心会饿着肚子了, 比起她找到食物的兴奋, 铁柱明显不怎么高兴, 小美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回火龙, 铁柱现在还得去寻找材料生活将食物弄熟, 在食物烹饪的时候, 小美觉得时候跟铁柱摊牌了, 她可不想跟铁柱一样, 每天砍伐竹子, 花了这么多时间找到食物, 没有鼓励,反而抱怨没带回木柴, 现在小美心情非常不好, 她不觉得铁柱有干什么事情, 铁柱表示自己也干了不少事情, 但这解释并不能让小美满意, 她觉得自己一个人都能在这生存了, 要铁柱有何用? 两人之间关系变得更加不好了。 接下来几天, 小美和铁柱不断收集材料完善住所, 小美对铁柱越来越不满意, 她一天到晚就知道剪木头, 其他事情都没有怎么干过, 小美可不想21天都待在这里熬过去, 这天终于受不了, 向铁柱建议到附近冒险, 铁柱现在又累又饿, 可不想跟着小美去冒险, 没办法小美只能独自一人到丛林里面寻找食物, 双方都不想因为这些问题导致挑战失败, 只能按照各自的想法继续挑战, 铁柱真想换个搭档, 或许会过得更好。 小美同样有这样的想法, 觉得铁柱根本就不适合在这里, 应该回去照顾孩子的, 铁柱每天都在搬运木柴回到营地生活, 而小美就躺在那里休息, 即使不小心摔伤也没有人关系, 尽管如此, 两人还是熬到了第15天, 小美没完只能待在火堆旁边睡觉, 来到这里就没有吃过一顿好的, 情绪一天比一天低, 两人只摄入了十根香蕉的热量, 再过不久他们就要赶往撤离点, 仅凭现在的体力很难支撑他们离开这里, 所以今天他们的目标就是寻找食物补充能量, 铁柱打算自己一个人去海滩那寻找食物, 希望小美能留下来手机木柴等他回来, 小美对这并没有什么意见, 眼看天色不早了, 两人起身开始行动起来, 铁柱很快就来到海滩处寻找隔离, 现在正好处于退潮的时间段, 今天的能见都好多了, 这里有很多隔离等着他带回营地, 不过他的运气并不好, 老找到坏掉了, 铁柱有点担心会碰到蛇和鳄鱼袭袭击他, 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一个还得找足够多的隔离, 才能满足两个人的肚子, 这一趟下来铁柱也就找到了七个隔离, 不过里面有个坏掉, 一人三个也总好饿着肚子, 放到火上烤熟, 最后也只能吃到这么一点肉, 小美发现有好几个都是坏的, 这让她对铁柱非常吃饱, 真希望能够换个搭档过来挑战, 现在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挑战, 你知道这辈男女为了减肥有多狠吗? 摆在丛林里面整整21天, 除了喝水就是吃隔离, 瘦禄的热量甚至还没有孩子一天吃得多, 不过效果非常明显, 男人足足瘦了20多斤, 女儿也瘦了10多斤, 荒野裸体减肥营果然名不虚传, 要是你们到那里能受多少信呢? 今天是他们离开这里完成挑战的日子, 原本竹筒里装满了水可以路上喝, 但是小美发现竹筒里一点水都没有, 原来是铁柱搞砸了, 把里面的水都撒了, 他们不得不浪费时间重新再烧一轮水, 要是没有水, 他们可坚持不到撤离点, 这个情况可把小美记坏了, 只能亲自在那里等水煮沸, 而铁柱就坐在那看着小美处理, 屁股一点没有挪开的想法, 时不时还指挥她干活, 小美实在忍不住, 听到小美弟抱怨, 铁柱也受够了, 现在就想赶紧离开这里结束挑战, 要不是要等水冷却, 小美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, 现在她要到其他地方冷静一下, 不知道过了多久, 这水终于可以喝了, 铁柱赶紧美滋滋的喝水补充水分, 突然发现小美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, 她没想到最后一天, 自己的搭档把她给抛弃了, 四处呼叫寻找小美, 铁柱还不忘吐槽小美不厚道, 这里并不好走, 她的行走速度并不快, 而小美就在前面等着她, 现在距离撤离点还有很长一段距离, 终点他们还找错了线路, 得绕路去到对面丛林里面, 附近是路由于活动的区域, 他们得小心被盯上, 小美也管不了这么多, 现在就想赶紧离开这里, 信号天空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, 现在得抓紧时间点燃封火让直升机的注意力, 两人到了现在都没有团队合作的样子, 只能祈祷赶紧生活, 让直升机注意到, 信号他注意到了, 这下终于可以回去了, 这一次挑战成功, 又好像没有成功, 他们能够完成挑战, 完全靠自己过人的挨恶能力, 彼此间可不想再找对方过来参加挑战了, 专家根据他们的总体表现, 重新评估他们的分数, 虽然铁柱负责生活煮水, 小美负责搭建住所, 寻找食物, 但是两人在团队合作上, 可谓是相当糟糕, 甚至最后一天, 小美还抛弃搭档自行离开, 最终两人的评分都有大幅度下降, 这还是第一组完成了裸体21天挑战, 分手还下降这么多的选手,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, 这是一次神奇的经历, 估计以后没有机会再体验得到了, 不知道还有哪些奇葩的选手会过来挑战呢, 只对陌生男女来到野外, 挑战野外求生21天, 他们已经在这里饿了好几天, 只能找到一些植物填饱肚子, 男人好不容易踩在丛林里面抓到植小蜥蜴, 不得不说, 将它放到火上烤, 是真的香, 一口咬下去, 嘎嘣脆, 鸡肉胃, 在饥饿面前, 就连女人这样的素食主义者, 也只能擦擦嘴角的泪水, 将肉放到嘴里, 哎呀妈呀, 这肉老香了, 这里就是尼加拉瓜的山区丛林, 栖息着各种各样的生物, 其中最危险的就是美毒师, 一般人都不敢来着冒险, 节目组邀请宝儿姐和胡子哥, 过来挑战裸体求生21天, 宝儿姐是一名野外求生教练, 各种求生技能器手拈来, 同时她还坚持吃了两年素食, 希望在这里也能坚持下去, 而胡子哥是个猎人, 精通恶语语言, 特别喜欢小动物, 换补的顿顿都能看到, 专家对他们的评分都不错, 就是不知道肉食者搭配上素食者的组合, 会摩擦出什么火花呢, 让我们拭目以待保, 两人早就脱光衣服, 来到丛林里面寻找搭档, 胡子哥看到宝儿姐有点害羞, 脸红得像个泡泡茶壶, 场面有点尴尬, 还是赶紧前往滞留附近扎营休息, 两人一边赶路一边互相了解, 宝儿姐没想到自己的搭档还是个利人世家, 有着非常丰富的狩猎经验, 而她自己却是一个素食者, 胡子哥感觉这很有趣, 随便宝儿姐表示, 能靠吃植物度过21天, 但是胡子哥却想的, 怎么把素食者变成肉食者, 她觉得这比野外求生有趣多了, 这里有数据的遮挡, 还有阳光照射进来, 距离水源也不算太远, 非常适合搭建住所, 眼看就快要天黑了, 至少得搭建一个能过夜的棚子, 花了不少的时间去搭建住所,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天空下下来暴雨, 即使带来了打火器, 也没办法生火取暖, 两人只能抱着在一起稍微暖灰一点, 他们还是觉得非常难受, 这一只吓到天亮才停息, 幸好这地方有太阳照进来, 能让身体稍微暖点, 宝儿姐现在还感觉冷的色色发抖, 得赶紧用打火器将火升起来, 虽然水源就在附近不远处,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, 还是要找个容器装水带回来煮沸, 胡子哥砍了竹子去打水, 唯一的问题就是找不到木柴, 这湖始终不能保持旺盛, 想让水煮沸要耗费更多的时间, 手指伸进去还是感觉冷的, 再这样冷下去也不是办法, 胡子哥打算到瀑布那直接喝水, 距离瀑布还有相当长的距离, 现在只能躺平休息, 节省点体力, 明天去到瀑布那里, 这对男女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到水了, 宝儿姐感觉非常不舒服, 头有点晕, 为了安全起见, 他们要赶往五公里来的瀑布上方喝水, 胡子哥看到他这么难受, 也没什么办法, 只能不断鼓励他坚持走下去, 行走的速度并不快, 加上宝儿姐身体不舒服, 胡子哥很担心没到瀑布他就倒下了, 宝儿姐咬紧牙关继续走下去, 花了不少时间终于看到眼前的瀑布, 宝儿姐实在渴得不行, 立刻冲上去顿顿顿喝起来, 他感觉这身比农夫山泉还要甜, 整个人活了过来, 幸好有胡子哥一直鼓励他, 不然肯定坚持不到这里, 趁着现在他们有体力, 到附近看看有什么能吃的, 最好是能来点肉补充蛋白质, 而宝儿姐还在坚持速食, 找到一些能吃的食物, 就是不知道胡子哥喜不喜欢了, 胡子哥找到了不少食物, 两只螃蟹, 两只蜗牛, 还有条蚯蚓, 这些肉虽少, 但是对于宝儿姐来说也是肉, 胡子哥实在饿得不行, 直接抛进嘴里品尝, 虽然他吃得非常美味, 但是宝儿姐还是觉得蜗牛太恶气了, 就连螃蟹一点肉都不愿吃, 胡子哥对此也没啥好办法, 只能含泪吃下所有, 这一餐获取的热量并不多, 接下来几天都在寻找食物, 不是吃植物就是吃虫子, 尽量在营地煮水喝休息, 就是到了晚上, 还是会冷得瑟瑟发抖, 寒冷虽然折磨把他们的不行, 但是还能再忍忍, 他们最担心的美洲狮还是出现了, 黑暗术不断传来低鸣声, 可惜什么都没有看到, 只能祈祷这火能驱赶走他, 幸好一夜无事, 宝儿姐吓得整晚都不敢休息, 美洲狮就在这一片区域活动, 胡子哥打算先弄一把武器防身, 用砍刀快速修整出一把长毛, 宝儿姐建议大厦外出的使用叫声哭音, 听起来就像是猫头鹰的声音, 胡子哥在附近看到有动物的足迹, 这应该就是美洲狮的, 看起来是个大家伙, 他现在就担心突然冒出个美洲狮出来, 唯一的好消息是他们是独居动物, 不会成群出现, 宝儿姐发现这边有洞穴, 他觉得这里非常适合居住, 胡子哥非常喜欢这里, 将营地搬来这里会暖和不少, 搬家过程中, 胡子哥发现有条蛇出现在眼前,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美类, 他立刻与木柜压制住它, 直接用刀僵舌解决, 今晚就不用担心会饿着肚子了, 宝儿姐看到蛇都愣住了, 还好有胡子哥在, 胡子哥现在脑子里都是蛇肉的烹饪方法, 他将蛇肉简单处理一下, 可以看到肚子里还残留着食物, 这可把宝儿姐恶心到了, 他实在不想吃到这样的食物, 只能看着胡子哥在那大口吃肉, 双方摄入的能量相差很大, 胡子哥有点担心他扛不住饿倒, 洞穴虽然保暖, 但是有各种虫子会跑出来, 最糟糕的是各种蜘蛛到处乱窜,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浑身上下都是蚊虫叮咬的痕迹, 感觉还不如回去原来的地方冷着, 不知道他们能否坚持到挑战结束了, 这个男人每时每刻都在寻找食物吃, 而他的搭档还在坚持素食的理念, 饿得不行, 每天起来都能看到蜘蛛从身边爬过, 他们正准备生活让身体暖和点, 突然什么东西从草丛经过, 不知道有谁知道这是啥, 胡子哥可管不了这么多, 他要找到带回营地吃了, 打算弄点火融到苔蝙里面, 恩惠就将他塞进洞穴里面, 将他逼出来, 有不少蚊虫从洞穴里面跑出来, 但是胡子哥并未找到他想要的东西, 这里有很多能够躲藏的地方, 他的体力并不能吃生找到那家伙, 只能回去继续挨饿了, 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吃到太多东西, 尤其是宝儿姐一点肉没有吃, 尽量躺着床上节省体力, 主要还是靠胡子哥处理木材, 他经常会说一些有趣的事情鼓励宝儿姐, 宝儿姐非常敬请自己的搭档是他, 要是换成其他暴躁老哥, 怕是早就退赛了, 他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差, 每天只能摘点植被吃, 胡子哥并不喜欢吃这些, 还不如多喝点水, 也就只有宝儿姐喜欢吃植被了, 他得想办法弄点食物吃, 这里有一只小蜥蜴, 要是能抓到, 稍微能填饱一下肚子, 胡子哥一下子就把小蜥蜴抓到了,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种类, 反正是一头肉就行, 直接一刀把头砍掉, 简单处理一下, 就可以放到火上烤了, 这还是宝儿姐第一次看到蜥蜴处理的样子, 感觉非常恶心, 但是肚子却在咕咕叫, 将蜥蜴烤至两面金黄, 一会的功夫, 这肉已经好了, 胡子哥早就饿得不行, 立刻将肉塞到嘴里, 还不断诱惑宝儿姐吃一口, 宝儿姐看到这肉, 嘴角的泪水都要流下来, 在鸡饿面前, 他也只能一口咬下去, 胡子哥相当高兴, 宝儿姐终于肯吃肉了, 虽然这肉非常香, 但是宝儿姐觉得没坚持素食, 还是有点难过的, 只能多吃一点了, 回去再重新开始,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待在这里21天, 现在他们又赶往车里点, 宝儿姐坐了一个水瓶路上喝, 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食物, 差不多要走10公里, 道路并不好走, 还得小心踩到舌上, 花了不少时间, 终于看到一个小水潭, 穿越这里后就能到达车里点, 虽然这水非常冷, 但是胡子哥更担心会碰到蛇, 水里什么都看不到, 只能凭感觉走过去, 信号并没有碰到什么东西, 穿越丛林终于看到了公路, 节目组安排的香蕉货车, 出现在他们眼前, 不仅挑战成功, 还能一边吃着香蕉回家, 这座挑战者应该是最和谐的一组, 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, 所以两人评分都上升了不少, 不知道还有谁会来这裸体求生减飞影呢,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, 绝对陌生男女来到小树林, 挑战荒野求生21天, 他们每天都能享受到烤鲁虫大餐, 蛋白质可是牛肉的好几倍, 一口咬下去, 嘎嘣脆, 鸡肉胃, 这里就是阿根廷的云物森林, 吸引了不少人过来挑战, 不全是馋妹子身体, 更多是喜欢吃这些小可爱, 小帅是一名野外求生教练, 掌握了不少求生技能, 经常跟妹子溜到野外练习, 他的搭档翠花是一名儿科医生, 喜欢放假时也, 听说这里很冷, 还提醒在家里锻炼, 适应低温, 专家对小帅的评价非常高, 属于高端晚家, 翠花这趟抱紧这大腿稳赢, 本身这里就比较寒冷, 还遭遇了暴风雨, 他们开局就要被雨水淋湿, 节目组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糟糕的情况, 不过小帅和翠花并不在意, 他们感觉这样才有挑战, 两人很快就脱光衣服, 到丛林里面会合, 互相简单交流后, 赶紧离开这里找到地方躲雨, 这边能吃的食物并不多, 他们还得往山上走, 海拔越高气温变得越低, 小帅得抓紧时间搭建住所了, 这里在河边的高地上, 不用担心会被山红冲刷掉, 不过翠花觉得可以再找一找, 或许能找到更好的, 小帅可没有时间货币参加, 还是决定就在这搭建住所, 他们又对搭建哪款住所, 出现了不同意见, 两人争论了很久, 最后确定弄硬点按小朋友, 眼看天就快要黑, 翠花也不想再争吵, 赶紧收集材料搭建, 原本还想跟小帅轮换砍树, 但是他就是喜欢一个人蛮干,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手弄伤了, 翠花还想发挥自己的医疗, 帮助他处理伤口, 可小帅就是不愿意让他帮忙, 第一天, 两人就爆发了不少矛盾, 住所还没完全搭建好, 小帅又想了把生火弄好, 信号带了点火气, 卡擦一下就将火弄好了, 他们还得收集足够的木材, 确保整晚不会熄灭, 周围非常潮湿, 很难找到干燥的木材, 火焰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, 小帅在旁边不断照看着, 虽然现在有火能暖和点, 但是他们在里面还是冷瑟瑟发抖, 翠花建议找些石头弄到墙会更暖, 小帅可不想浪费时间去找石头, 一口就否决了, 翠花很无奈, 他的建议都被否决, 不知接下来怎么熬过去, 他们的团队合作并不成功, 添一辆翠花决定自己寻找材料, 小帅实在冷得不行, 觉得用石头垒到墙还是不错的, 只要住所不漏水, 这样应该能坚持到挑战结束, 翠花回来时看到小帅在搬石头, 可并没有叫他帮忙, 这让他非常生气, 明明这是他提出来的主意, 小帅当时对着建议非常不屑, 现在又自己默默搬运, 翠花还能怎么办, 只能退一步海过天空了, 这对男女被困在丛领里好几天了, 只有一些肉虫能烤来吃, 他们实在饿得不行, 小帅决定制造一些陷阱, 去抓点食物回来吃, 利用树枝和藤蔓进行编制, 耗费了不少心血才将补鱼陷阱完成, 身为海盲的他并不满足, 又到附近设置了不少陷阱, 其中有一个专门为火机布置, 只要他从这里经过, 就会绳索套住, 现在只需要等陷阱发挥作用就行, 小帅已经想象到时食物吃不完的样子, 不过天空看起来又要下一场暴雨, 他们的棚子还没办法抵御得住, 小帅只能回到住所避雨, 已经有雨水滴到里面, 只能祈祷这一步会把火给弄熄灭了, 到了晚上, 这雨越下越大, 火焰已经不能满足他们, 小帅感觉又冷又饿, 情绪有点低落, 两人只能抱在一起瑟瑟发抖, 信号并没有形成山红, 昨晚实在太难熬了, 小帅还没有体验过, 在这么冷的地方生活, 整个人只能躺在那里休息, 反而翠花的在下的锻炼效果, 身体要好很多, 接下来的四天里, 又下了几场暴雨, 小帅一直在发抖, 这消耗了不少热量, 更加虚弱, 他实在冷了受不了, 很想退出比赛, 回到暖和的地方, 翠花听到非常无奈, 要是小帅退出了比赛, 自己想熬过生夏的日子也很困难, 要是天气再冷一点, 他这状态肯定熬不住, 翠花也只能祈祷别在下暴雨了, 小帅现在又饿又冷, 虽然他早听闻荒野减肥赢得可怕, 但是没想到真的那么难熬, 后悔来之前没有好好增肥, 为了让小帅好好休息, 只能靠翠花去寻找食物, 腐烂的木头是肉虫和蠕虫喜欢的地方, 他只能找这些东西, 看看有没有吃的, 小帅看到这蠕虫, 可把他馋哭了, 串起来放到火上烤, 饿了这么久第一次闻到肉香, 小帅也不客气, 把鸡把鸡吃起来, 他感觉这笔鸡肉还要好吃, 但是这便不能满足他们, 还得想办法找到吃的, 然而当晚又下起了暴雨, 这小坡不到处漏水, 翠花考虑明天弄点树皮, 将住所完善, 趁着现太阳出来, 两人抓紧时间去收集材料, 这种暗树皮是非常棒的材料, 不仅能够防水防寒, 还能驱赶走蚊虫, 忙碌了一整天, 终于将住所完善好, 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暴雨淋湿, 很快又来了一场暴雨, 考验效果的时候到了, 他们没坐在棚子里面, 感觉非常干燥, 一点都没有被外面的暴雨所影响, 好不容易才等来天晴的一天, 小帅终于想起放置的陷阱,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暴雨的原因, 他设下的陷阱, 没有一个是抓到食物, 看来今天又得继续挨饿减肥了, 这个男人为了抓到火鸡有多狠, 直至用泥水洗澡, 让全身覆盖上泥土的气味, 还能形成一个自然的保护色, 就是不知道这头发还能洗得掉吗, 他蹲着火鸡毕竟的道路上, 只要他经过, 小帅就能枪戳死, 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, 好不容易终于有只火鸡过来, 拿起长毛狠狠扔过去, 但是他跑得实在太快了, 小帅并没有抓到火鸡, 还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, 现在只能回去群人好好休息, 翠花看到小帅空肘而归并不意外, 还有三天就要离开这里, 他很担心自己的体力支撑不住, 这一就好像不要钱一样, 隔断时间就下场暴雨, 他们被困在棚子里面, 没法出去找食物, 如此恶劣的环境, 就连节目组都遭殃, 原本明天才是撤离的时间, 但是他们实在恶得不行, 体力完全不能支撑一天的消耗, 他们决定今天就开始行动, 能走多远就多远, 晚上很有可能还会下雨, 做了一个简陋的雪橇运来搬运树皮, 虽然这样要消耗更多体力, 但是至少今晚不用全身吃痛, 撤离点在16公里外的山坡上, 要是今晚能扎影熬过, 明天就能赶到撤离点离开, 拖着雪橇爬坡比想象中还要累, 而且经常被地上植物勾住, 很担了前行的速度, 最糟糕的是这里到处试词, 一步小就会被扎到, 那边山头就是他们要去了地方, 每一步都要耗费更多的体力, 两人脚上或多或少都有伤, 全靠一口气支撑着, 费了不少功夫, 终于来到上方, 还没来得及高兴, 就看到天空的无远, 幸好他们带了树皮, 可又用来搭建住所, 小帅抓紧时间生活取暖, 翠花觉得又累又冷, 他有点支撑不住, 哭了出来, 天黑后气温下降到最低温, 只有六摄氏度,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低温晕倒, 只能互相不断鼓励, 整晚冷得不能入睡, 幸好第二天太阳照成升起, 小帅没想到过来除了挨饿, 还得抗寒, 使他大意了, 再人人就能回家暖和, 两人互相帮助走完最后这一段路, 虽然体力已经有点跟不上了, 但是精神还不错, 终于看到了河流, 撤了一点就在对面, 因为这几天的暴雨, 现在河流泛滥, 加上他们身体虚弱, 一不小心就会被河流冲走, 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 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, 刚离开河流就看到节目所的汽车, 这次挑战不仅要挨饿, 还要忍受雨水和寒冷, 两人加起来差不多瘦了60斤, 小帅的表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, 反而是醉花让大家眼前一亮, 平分也有所调整, 要是让你带一样东西过去, 你会带什么呢?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深山中, 挑战野败求生21天, 虽然环境比较恶劣, 但是食材却非常丰富, 不仅有蚯蚓当零食吃, 还有纸白给鸟送上门, 将鸟简单处理干净后, 放到火上烤, 那香味可把隔壁的摄影小哥缠哭了, 也就在喜马拉雅山脉, 才有这种条件, 小黑曾经跟斗野比赛, 稍训一筹输掉, 为了更好的磨练自家忍术, 受邀过来挑战, 而他的搭档宝儿姐是一名退役老兵, 掌握了不少求生技能, 他很想证明在野外, 自己并不比男人差, 目的地被一片松树林覆盖的山丘, 因为冰原上的冷空气, 保持山下经常下暴雨, 他们早就迫不及待想脱光衣服进入到里面会合, 宝儿姐非常喜欢小黑的肌肉, 很有安全感, 小黑还特意带了自制的忍居斧子, 用起来非常顺手, 虽然现在海拔已经非常高了, 但是他们还得继续往上走, 到峡谷那边寻找水源, 搭建住所, 海拔高, 空气稀泊, 这得耗费更多的体力, 他们已经走了几个小时, 宝儿姐明显感觉身体不适, 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, 脱水加上头痛, 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, 还得赶在天灰前搭建好住所, 附近有很多松树可以利用, 用来搭建庇护所再好不过, 宝儿姐想生活让身体暖和点, 而小黑觉得至少住所先弄好, 毕竟这次带了打火器, 不怎么担心会没火, 时间有限, 他们只能搭建了一个简陋的住所, 只要不下雨, 今晚还是能凑合睡一晚, 宝儿姐看到这火队非常高兴, 希望收集到的木柴能维持到天亮, 他还是低估了这里的寒冷, 即使有火趋暖, 还是冷得瑟瑟发抖, 根本睡不着, 只能抱紧小黑让自己舒服点, 宝儿姐醒来后, 感觉渴得不行, 和小黑沿着河流往上游走, 费了不少力气, 都没有看到源头, 石壁上倒是流下了不少水, 看上去非常清澈, 宝儿姐打算等会就过去喝, 小黑等他喝完再考虑, 他觉得最好还是煮沸后再喝, 与其担心这水源不干净, 宝儿姐更想先顿顿顿喝个饱, 这只喝起来并不咋滴, 他们要回到营地继续完善住所, 原本宝儿姐身体就不舒服, 现在还喝到来历不明的水, 脸色苍白了不少, 小黑也只能在旁边安抚, 宝儿姐也不想拖累团队进度, 但是身体越来越难受, 让小黑先回营地, 自己等身体好点再回去, 小黑只能先回去完善住所, 他打算弄一个小房子, 至少不用担心会被寒风吹进来, 宝儿姐的身体并没有好转, 反而开始呕吐起来, 小黑也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, 幸好这里还有太阳还能照进来, 身体稍微舒服点, 但是对于上渡下泻一点办法都没有, 小黑尝试在河流隔壁不远处挖坑, 经过岩石和泥土的过滤, 虽然看起来不洒低, 不过也比宝儿姐喝的水干净很多, 小黑喝了后, 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, 让宝儿姐赶紧过来补充水分, 暂时不用担心脱水的问题, 这对男女被困住山林里饿了好几天, 难得看到河流处有螃蟹出没, 小黑直接用手伸到岩石块里面, 什么都没捞到还被夹伤, 只能找一些块头叫小的麻烦, 宝儿姐老早就注意到他们了, 一抓一个准, 就是螃蟹没啥肉, 只能算是解解馋, 不过放多火上烤是真的香, 不过宝儿姐身体还是很虚弱, 常常上骨下血非常难受, 小黑还在满山庇护所, 宝儿姐看到他并没有收集柴火, 这肯定不过维持火腿到天亮, 到半夜肯定会冷醒, 小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, 他曾经就是靠这样的庇护所抵抗寒冷, 只要等住所弄好, 呆在里面肯定非常舒服, 男人的嘴, 骗人的鬼, 宝儿姐可不信小黑, 每天晚上抱在一起取暖, 还不是全靠斗才凹到天亮, 宝儿姐非常不喜欢小黑再叫他做事的样子, 小黑同样很不满意宝儿姐过来逞强, 明明身体不舒服, 还浪费不少体力过来帮忙, 最担心就是事情还没搞定, 人就先倒下, 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争论, 结果每次都不欢而散, 宝儿姐每天晚上要忍受寒冷,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, 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, 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, 小黑实在看不下去了, 找来医生检查, 宝儿姐被诊断出患有力气, 至少还有呕吐几天才会好转, 虽然医生建议到大医院详细检查, 但是宝儿姐并不想退出这次挑战, 他要证明自己并不其他男人弱, 可不想刚来几天就回家, 小黑希望宝儿姐能够多多休息, 最好能够放弃挑战去检查一下身体, 宝儿姐一听就不累听了, 医生都说不用治疗, 过几天就好, 两人为此又争吵起来, 接下来几天都是个忙个的事情, 小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交流一下, 宝儿姐觉得小黑很不尊重他, 每次都在那指手画脚, 这可把小黑记笑了, 他细数着这几天, 宝儿姐在那里躺着时, 自己都做过的事情, 最后才发现真的所有事情, 都是小黑一个人完成的, 这就非常尴尬, 他只能到一边好好反省自我, 虽然知道都是自己问题, 但是脾气上来就是忍不住, 加少面子千斤重, 才导致两人争论了好几次, 幸好小黑并不是小夕的人, 到了晚上又在一起相互取暖, 夜间实在太冷了, 庇护所根本不保暖, 又要重新收集材料进行完善, 还弄了火炉生火取暖, 经过他们一番劳累后, 住所终于完成了,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弄的小房子都密誉, 耗费了不少时间在搭建住所上面, 导致并没有获得太多的食物, 除了螃蟹外, 吃的最多的就是蚯蚓, 宝儿姐每次放到嘴里咀嚼, 都能感受到她在蠕动, 要不是太饿了, 她实在不想吃, 接下来的日子, 他们要专注于觅食上, 不知道还能找到什么吃的呢, 这对男女已经饿了十几天, 期间也就吃了点螃蟹和蚯蚓冲鸡, 他们更需要蛋白质的补充, 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好事, 有只死鸟就躺在水里, 宝儿姐刚还在下游喝了不少水, 希望不会感染到什么病菌了, 呼叫小黑过来看看这红嘴蓝雀的肉, 这块都足够他们饱三亿顿了, 但是鸟心携带着不少疾病, 最怕吃完之后, 立刻就躺板板回家, 小黑看到这肉早就馋哭了, 大不了回去医院躺几天, 也总好过在这里饿着肚子强, 根据他多年吃肉的经验来看, 应该还挺新鲜, 宝儿姐将这鸟简单处理后, 就放到火上烤熟,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闻到这么香的烤肉, 早就已经忘记这鸟可能会携带什么疾病, 这鸟烤得嘶嘶响, 现在只想塞到嘴里品尝, 为了安全起见, 这肉烤得有点柴, 撤起来就像肯牛肉干一样, 这肉很快就被他们瓜分的差不多了, 宝儿姐对此已经相当满意, 当然又是能再来几只就更好了, 就在他们以为克服所有困难, 等待撤裂时, 一场暴风雨袭击了过来, 两人哪里都去不了, 只能待在住所里不断添加柴火, 还好小黑的手艺不错, 完全不用担心会漏雨这一下就是好几天, 自从吃本鸟肉后, 就再也没有吃到像样的食物, 还有一天的时间就到撤裂的时间, 他不很担心体力支撑不了到撤裂点, 只能尽量多找点食物和休息, 今天就是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, 这房子就留给其他有缘人住, 刚离开营地没多久, 宝儿姐的力气又发作了, 他喝不下水, 很有可能半楼就会脱水晕倒, 不得不退时离开时间, 让宝儿姐好好休息, 等他醒来时, 精神已经好了许多, 小黑在赶路时不断鼓励的宝儿姐, 没走一小段, 宝儿姐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会, 也不知道天黑行能否离开这里, 下山的路并不好走, 河流经过的石块, 涨了不少心态, 要是摔下去就不是断手断脚那么简单了, 两人耗费了不少时间, 才通过了岩石键, 前方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, 那就是他们的撤离点, 立刻攀爬上去, 路过的司机突然看到两个裸体, 估计吓坏了, 一个跑得比一个快, 最后只能坐上运机车, 看到这些机可把他们传哭了, 要不是有铁龙锁的, 当场就要弄个拳击池, 这次挑战让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, 在这里一下子就瘦了几十斤, 比什么减肥营都厉害, 就是捡起来有点费命,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沼泽丛林里, 挑战野外求生21天, 别人过来不是带刀就是带打火器, 而这个男人就不一样了, 带一大圈胶带过来, 他并不是搞笑, 真的用胶带征服了女人, 胶带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东西, 无论是搭建筑所, 还是做成衣服都可以, 要是让你过来, 会带什么工具呢? 节目组是在哪找到了人才, 挑战尼加拉瓜的沼泽丛林, 铁柱是一名退役老兵, 从小就喜欢到野外露营, 他还是一个老阉民, 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戒业, 顺便跟美女摩擦点火花, 他的搭档翠花喜欢在大自然里放飞自我, 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求生技能, 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挑战, 专家并不看好他们这次挑战, 平分勉强在吉哥线上下, 两人很快就脱光衣服, 在丛林里见面, 铁柱见到翠花幽默地说大家撞山了, 把翠花逗得非常开心, 翠花觉得对方是个有趣的人, 这次挑战不用担心无聊了, 一把开山刀, 以大卷交代就是他们所有家当, 刚走没多远就开恶语的出没痕迹, 这里栖息着很多危险的生物, 需要他们提防, 距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, 留给他们赶楼寻找地方, 搭建住所的时间不多了, 天空看起来想要下雨的样子,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, 两人分工合作, 铁柱不断砍发树木, 这倒是全新的, 很容易变顿, 他都耗费更多的力气才能砍倒, 为了不少时间才凑齐搭建的海料, 还用胶带做了个杯子用来喝水, 不仅并没有看到水源, 但是有湿润的泥巴, 在这里挖一个足够深坑, 会形成一个小泳泉, 已经看到油水开始聚集起来, 翠花感觉这水非常甘甜, 再用叶子盖住, 明天就有水能喝了, 有胶带的标志就不用担心找不到, 胶带还能做成一套泳衣, 送给翠花当礼物, 幸好夜里的气温还能接受, 暂时不需要生火取暖, 但是这里的蚊虫非常烦人, 还是得用火驱赶, 环境比较潮湿, 能用的干柴很少, 现在得抓紧时间休息, 铁柱刚躺在上面, 这场就坍塌了, 场面非常尴尬,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一个不好的夜晚, 力气都没能成功, 还是看看昨天的坑里的水怎么样, 打开树也可以看到满满一坑水, 喝起来比农妇山泉还甜, 暂时不用担心水源的问题, 不过树上猴子非常不满意他们待在这, 拿坚果驱赶他们, 幸好没砸到头, 不能在这徘徊太久, 要是被他们的奥力给砸到, 翠花可接受不了, 这个男人为了戒烟有多狠, 光着身子待在丛林里, 他已经在这儿了好几天, 这里的植物有不少次, 身子疼得不行, 要不是为了这香蕉, 他也不想进来这里, 这一大把蕉足够吃好几天了, 回去的路上还看到凤梨,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, 就是将这些大包带走有点费力气, 谁能想到前几天, 铁柱和翠花还在重新搭建住所, 利用胶带将树枝固定住, 他还打算弄一个毯子放地上, 铁柱已经一天没碰过香烟, 整个人心痒痒了, 他得专注于搭建住所, 可现在像起了, 想着烟又忍不住的样子, 费了不少时间, 终于可以躺着休息一下, 不过到了晚上还是得忍受蚊虫的叮咬, 而且铁柱喜欢到处乱动, 两人整晚都没有睡好, 翠花吐槽他睡着后就喜欢打功夫, 铁柱非常不好意思打扰到别人睡觉, 但是营地条件有限, 希望他能够接受忍耐一下, 道理翠花都懂, 但是从心里还是不能接受陌生人在旁边, 尤其是喜欢乱动的鲁蓝, 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够生活成功, 两人分头行动收集材料, 翠花发现这里有机关果, 能补充到一点点营养和水分, 铁柱又累又饿, 已经没有多少力气能够行走, 还好他看到了远处的香蕉树和凤梨, 这让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, 就是藏回去实在太累了, 虽然他不相信神鬼, 但是他还是想祈祷一下, 希望在这里能够过得好一点, 好不容易才回到营地, 翠花看到这香蕉高兴坏了, 可惜还没熟, 要再等等才能吃, 不过这凤梨可以先吃了, 香味把隔边的猴子都吸引了过来, 这一趟可把铁柱累得不行, 现在只想喝点水, 让身体缓缓, 可能水喝得太急, 铁柱感觉很不舒服, 将水都吐了出来, 翠花非常担心他会疲劳过度, 还有很长的时间要待在这里, 铁柱感觉现在要是有根烟就好了, 这几天铁柱身体非常不舒服, 呕吐了好几次, 最糟糕的是他吐出了血, 翠花赶紧让救援人员介入, 他们给铁柱打了一针, 抑制住他的呕吐, 铁柱感觉要下来了, 马上就要入睡, 就在众人以为一切铁柱身体稳住时, 他出现了令人意外的状况, 开始梦游, 看起来非常诡异, 当铁柱被冷醒时,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, 他失灾了得不行, 一大早救起来就将凤莉吃了, 总算是让肚子有点存货, 但是他的身体并没有好转, 刚吃饭的东西又全部吐了出来, 这让他非常难受, 翠花感觉他快要不行了, 节目组同样非常担心, 医疗人员觉得, 他还没有适应这里的环境, 加上烟影导致身体产生了剧烈反应, 最后还是决定退出了这次挑战, 只留下翠花一个人待在丛林里继续挑战, 也不知道他能坚持凹完剩下的日子, 这个女人实在太惨了, 别人都是双人求生挑战, 而她的搭档因为身体不是回家休息, 当翠花一个人坐在营地休息, 才意识到这里的恐怖, 不过现在不用担心铁柱会动手动脚了, 睡觉的空间瞬间大了一倍, 但是半夜传来了好好的声音, 这还是她们第一次这么耗尽营地, 翠花很担心吼吼过来袭击人, 整晚都不敢熟睡, 加上蚊虫的鸡鸟, 身上全是包子, 非常痒, 她也没办法生活趋稳, 之前得到了凤梨也已经腐乱不能吃, 现在也就香蕉能吃, 因为还没熟透, 非常难吃, 痛苦面具立刻就戴在脸上无法消息, 这几天也就吃了点香蕉, 翠花实在受不了, 到附近看看有什么能吃的, 还别说真让她找到了一颗大杏仁, 用石头敲开比较麻烦, 实在太坚硬了连石头都敲碎, 啥都吃不了。 最糟糕的是一言不合就下起了大雨, 她只能悬缩在营地里避雨, 在这里唯一庆幸的是, 有稳定的水源支撑着, 翠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营地挨饿, 附近能吃的果实并不多, 到了晚上就是昆虫的地盘, 她很担心会被昆虫爬过, 要是换成其他人早就把鸡把鸡抓来吃了, 翠花感觉每天都有人在耳边劝她放弃, 这让她非常难受, 但是她更想完成挑战证明自己, 再次拿出那颗杏仁, 用刀不断敲击, 费了不少功夫, 终于将它敲开了, 这么一点果肉, 已经是她这几天吃过最美味的东西。 不知不觉终于熬到了最后一天, 翠花感觉身体非常疲惫, 有点脱水和营养不良, 她也不知道想在的能力能否支撑到撤裂点, 要走好几公里, 深入毒蛇密布的丛林, 沿着小夕找到和口的船离开这里, 谁能想到刚刚和阳光明媚, 眨眼间就下起来暴雨, 为了早点离开这里, 翠花不敢停下来休息, 在雨中兼顾前行, 她每次转脚时都希望是尽头, 但是每次走过去, 发现又是漫长的道路, 身体感觉就像冠千一样沉重, 翠花也不知道走了多久, 终于看到不一样的场景, 救援船就在眼前, 当她坐上船上时, 她松了一口, 很想递时间跟铁柱分享这个消息, 独自一人成功待了16天, 还完成了挑战, 这是她可能是这辈子最疯狂的事情, 当铁柱听到这消息是非常震惊, 她也有个好消息就是戒烟成功, 看来这里不仅是减肥营, 还是戒烟最佳地点, 要是拿着朋友想减肥, 戒烟就让她过来挑战, 保证成功,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非洲草原, 挑战野外求生21天, 他们只能找到这样浑浊的水源, 里面不知道混杂了多少动物奥利给, 没办法, 实在太渴了, 还是顿顿顿喝起来, 她感觉比尿液还要难喝, 那问题来了, 你是要喝这摊水还是喝尿呢? 节目组邀请小帅和宝儿姐来到非洲大草原, 这里地形险恶, 不满瑞里经济, 固热的环境, 加上处于旱季末期, 想在这里找到水源比想象中还要难, 还有各种危险的动物在附近栖息着, 对于这次挑战他们做足了准备, 当小美知道要到非洲时, 每天赤脚行走在碎舌路上锻炼, 还抱饮抱时已经增重三公斤, 争取多点脂肪去挨饿, 小帅同样每天吃花生酱增重, 自家傻狗也跟着胖了一圈, 他已经做好到非洲挨饿的准备了, 有趣的是, 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求生专家, 宝儿姐是夜店的啤酒妹, 很多求生技能都是自己摸索出来, 还没试过长时间在野外求生, 而小帅是个银行家, 平时喜欢带着妹子到野外打扑克, 也是第一次要到恶劣环境里待那么久, 专家并不看好他们, 分数是所有挑战者中最低的一组, 你们觉得他们能否挑战成功呢? 两人很快就脱光衣服, 在非洲草原见面, 宝儿姐对小帅的肌肉非常满意, 看起来是个可靠的男人, 双方简单交流后, 一致决定到水源附近搭建住所, 要经过一大片经济区, 对于他们来说非常折磨, 走到哪, 皮肤都要跟经济深入交流, 宝儿姐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里, 让身体缓缓, 远方传来了大象的叫声, 小帅最担心就是碰到大象, 不仅杀伤力巨大, 而且他们每天需要喝大量的水, 想找到干净的水源并不容易, 幸好现在并不是好渴, 只是想弄点泥巴保护身子, 虽然能够有效避免太阳暴晒, 但是这味道比掉进粪坑还难闻, 空中有不少鸟从前方飞出来, 表示水源有可能在附近, 宝儿姐已经闻到到大象的气味, 小帅发现这有个大蜘蛛, 又不是有毒, 他都想抓下当零食吃了, 走了那么久, 终于看到了水源, 宝儿姐很担心水源被大象踩到污染, 这里看起来还没被大象摧残过, 可水质非常糟糕, 到处都是虫子, 他们只能到附近再看看, 高温加上缺水, 宝儿姐感觉脑壳疼, 两腿一转, 直接坐到地上, 整个人非常难受, 小帅看到也没有什么办法, 只能帮他稍微遮挡一下太阳, 这才刚开局没多久, 宝儿姐已经感觉快要不行了, 只能硬着头皮细细坚持下去, 眼看天就快要黑了, 他们得抓紧时间搭建住所, 附近能选的地方并不多, 利用树从荡城墙保护自己, 宝儿姐实在渴得不行, 很想冒险喝这里的水, 但是喝完很有可能就会让吐下泻, 甚至生命会有危险, 现在陷入两难的场景, 这个男人实在太惨了, 被困非洲好几天, 他能找到的食物并不多, 忙碌一整天可能也就一只炸猫, 但是经过灼烧后, 这比什么烤涮都要香, 就是分量少了点, 虽然宝儿姐渴得不行, 但是小帅觉得他能再坚持会, 先把庇护所搭建好, 明天再看看有没有干净的水源, 周围到处都是动物, 只能祈祷至荆棘从能够抵挡住, 信号他们带了打火器, 卡卡几下就将火弄好, 要是有容器就能将水煮沸喝, 毕竟灵地隔壁就是水坑, 所有动物都会过来喝水, 火焰加上荆棘希望有用, 到了晚上, 有不少动物在他们附近徘徊, 小帅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叫声, 最怕就是大象踩到他们这里, 整晚胆战心惊, 不敢入睡, 好不容易才凹到天亮, 就看到有猎狗在那泡澡, 他们现在又里又渴, 这样的情况还会一直持续下去, 宝儿姐实在受不了, 今天一定要喝到水, 他们没有找到更干净的水源, 到处都是粪便的味道, 和动物供应同一种水源, 很容易感染上致命的疾病, 现在要是有个锅用来煮水就好了, 这一小坑水, 是宝儿姐能找到最好的水源了, 理论上紫外线能够杀死水中的细菌, 这喝表面的水是没有问题的, 小山已经做好当喷射战士的准备, 赶紧顿顿顿喝起来, 至少不用喝死, 可能是她太渴了, 居然感觉这笔能复山泉还甜, 让小山没想到的是, 当晚宝儿姐就发生了剧烈反应, 整个人都在发抖, 双腿已经没有知觉, 赶紧找来医生查看, 即使已经给她打了针, 一切没有好转的迹象, 宝儿姐现在就想离开这里, 天一亮, 节目组就将她送到医疗营上, 经过当地医生的检查, 宝儿姐的情况并不乐观, 高烧加上全身发烫, 可能是感染了某种疾病, 估计就是昨天喝了未经过处理的水导致, 小帅同样喝那里的水, 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像宝儿姐一样, 到时只能祈祷医疗人员早点将她抬走了, 幸运的是, 小帅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反应, 但是夜里要时刻防备动物袭击, 没法入睡, 早上醒来嘴巴干得不行, 只能再次冒险到那喝水, 这次小帅用袋子进行过滤, 这样喝起来稍微干净点, 接下来几天他都是这样喝, 依旧没有出现问题, 看来小帅的抵抗力, 要比宝儿姐强上不少, 不知道他能否熬完21天呢, 这个男人被困在非洲饿了好几天, 看到隔壁的小鸟早就馋哭了, 将自己的袋子拆出点线, 当成绳子做陷阱, 放了不少果实, 希望这样能抓到鸟吃, 寻找食物的过程中, 他找到了一个锅, 用来煮水再好不过, 再弄点草就能当汤喝了, 没想到鸟还没抓到, 就找到他的老巢, 还有两个鸟蛋, 小帅想都没想直接连可咬下去, 他感觉这实在太难吃了, 还是得煮熟再吃, 往水里放入野菜搭配上鸟蛋, 他感觉这样能熬多几天了, 休息了一晚, 是时候看看陷阱效果如何, 然而抓了个寂寞, 只能去找到零食吃了, 白蚁虽然肉少, 但是这里量多呀, 随便一抓就有一只, 将这些白蚁放到锅里, 用火进行加热, 很快就散发这一阵阵肉香, 据说蛋白质是鸡肉的好几倍, 小帅感觉就像吃坚果一样, 要是撒点也会更香, 不过营地附近到处都是苍蝇, 非常烦人, 要是宝儿卷还在, 还能分担一下火力, 晚上还得小心动物靠近, 突然有声音传过来, 是一条猎狗, 就在营地不远处, 小帅只有一把砍刀, 要是冲过来自己就要交代在这, 还好他还是怂, 离开这里, 不过今晚就别想睡了, 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, 这可把他折磨得不行, 早上还得寻找食物补充能量, 小帅倒是看到有只青蛙, 让他想起逝去的弟弟, 情绪变得更加不好了, 想抓来吃也抓不到, 这样一想就变得更加伤心了, 他还得将自己的壁户所加固, 收集了不少材料, 将这里围起来, 确保没有动物能够进来袭击, 让小帅没想到的是, 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反应, 感觉自己的肾好疼, 就好像被人揍了一顿, 他觉得肯定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水分补充, 在附近找到了魔爪草, 这跟泡水喝能缓解疼痛, 但是具有一点毒性, 喝多了也不行, 小帅也不清楚, 都扔进水里住, 看这颜色还是挺有胃口的, 立刻顿顿顿喝起来, 但是效果并不好, 自己刚刚还晕倒了, 他很担心因为过量服用导致中毒, 立刻通知医疗人员过来检查, 虽然小帅觉得肾非常痛, 但是医生检查后, 觉得一气正常, 只是有点血糖低, 医生觉得只是心理作用, 可以继续在这挨饿, 到了晚上小帅觉得疼得不行, 他实在受不了, 车去到天亮已经没有什么好转, 他觉得应该放过自己, 回家好好休息了, 小帅坚持了12天, 选择放弃这次挑战, 当第一声给他进行了检查, 已经没查出什么问题, 只能让他多喝点水休息,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沙丘里, 挑战野外求生21天, 小美是个大聪明, 拿了放大镜来参加挑战, 刚好胖哥抓到一只大蝗虫, 他刚好又放大镜口熟, 很快就散发着肉香, 看起来就像龙虾一样美类, 一口咬下去, 嘎崩脆, 气肉味, 这样的美味也就只有在巴西北岸的沙丘里找到, 沙丘中混杂着半水生植被, 形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, 到处都是危险致命的动物, 资源比想象中还少, 不过对于胖哥来说问题不大, 他本身就是一名求生教练, 掌握了不少求生技能, 看身上的脂肪就知道多能挨饿了, 而他的搭档小美是个中医师, 也是极限挑战爱好者, 求生方面他还是相当自信的, 有趣的是, 两人都得了社交牛逼症, 经常光着身子在人面前聊天都不觉得尴尬, 不知道两个坦荡荡的人, 碰在一起会磨擦出什么火花, 两人很快就在沙丘中会面, 小美很担心胖哥跟不上自己的行动, 而胖哥看他这小板, 感觉肯定挨不了多少天鹅, 自己怎么说也带了把刀, 能砍点东西, 小美带的放大镜, 还不如换打火机用的箱, 两人互相嫌弃中赶入寻找合适的地点搭建住所, 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也没有找到, 只能到断壁下躲避沙漠墙风, 将傻子堆成一个高起物, 尽量保护住他们, 然而这里最烦人的还是蚊虫钉咬, 小美被折磨得不行, 整晚都没有睡好, 早上起来就看到身上被咬了不少包, 现在他有点羡慕胖哥脂肪堆了, 丝毫不担心蚊虫和饥饿, 远方的植卫看起来更丰富, 两人打算到那里搭建庇护所, 在沙丘上并不好行走, 要耗费更多力气, 这里棕驴树刚好用来搭建住所, 小美还不忘吃点蚂蚁解解馋, 吃起来就像是柠檬一样, 胖哥是个素食者, 蚂蚁再小也是肉, 他不打算在这里放弃坚持, 要是抓到动物, 也会留给小美吃, 将材料全部打包打走, 现在要考虑水源问题, 小美打算用放大镜, 让紫外检消毒, 理论上这样处理过的水很安全, 问题就是太阳不给力, 躲了起来, 胖哥看他都觉得累, 还不如回去搭建住所, 幸好附近的植被多, 能够再授一下工作, 让他没想到的是, 小美在那边睡着了, 在这里被太阳暴晒, 很容易会得热衰减, 赶紧过去让他到树影下休息, 但是小美非常倔强, 一定要把水弄好先, 胖哥和母语, 到时这水估计还没流汗多, 只能独自一人干活, 不仅搭建住所还找到不少水果, 而小美被晒得全身通红, 实在受不了回去休息, 赶紧编制东西, 遮当保护自己的皮肤, 这个男人实在太幸福了, 跟美女被困在沙丘里, 每天就躺在营地里休息什么都不想干, 凭借她的脂肪能多熬几天, 这可把小美气坏了, 感觉她就跟发售的猪肉一样,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, 胖哥可不像小美一样又放大镜消毒, 直接饮用水里的水, 她感觉挺好的不会有问题, 小美也不期待胖哥能带什么, 独自一人到湖边打水消毒, 她可不像因为直接饮用让身体出现问题, 而胖哥在营地抓到了一只大蝗虫, 看起来就像肉干一样, 刚好送给小美吃, 小美感觉胖哥已经在享受这里的生活, 忘记他们世代野外求生, 不过当她回来看到这蝗虫时高兴坏了, 正所谓吃人嘴短, 男人手短, 小美脸色好了不少, 拿起放大镜对着蝗虫, 将它烫熟, 为了加快烤熟, 她简单处理一下, 很快散发着肉香, 胖哥还在坚持吃素, 小美只能含泪吃下这蝗虫, 一口咬下去, 嘎嘣脆, 气肉味, 她爱上了这肉的味道, 恨不得甜甜都能吃到, so good, 夜里刮起了大风, 整晚都在瑟瑟发抖中度过, 小美还不习惯跟胖哥分享体温, 这样的生活过得非常不舒服, 她现在感觉有点崩溃, 加上胖哥不干活, 想靠着脂肪熬完21天, 小美现在只有一个想法, 那就是分家, 将营地拆了, 自己在不远处重新搭建住所, 胖哥很无奈, 也不想再说些什么, 两人就这样各国各的, 不幸的是, 当晚就下起来暴雨, 小美现在感觉又饿又冷, 有点怀念胖哥挡风的身影, 这雨下就是好几天, 但不了,好不容易财灯一停, 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, 还得重新巩固住所, 寻找资源, 两人在精神上帮得非常紧, 小美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食物, 需要大量食物补充热量, 而胖哥就躺在水里休息静等太阳落山, 反正她还有大把脂肪能消耗, 小美气坏了, 这是求生挑战, 可不是挨饿挑战, 胖哥饿了也会找点仙人掌吃, 只有一根足够她一天的消耗, 整体上要比小美好上不少, 小美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, 她这小身板可熬不过胖哥, 虽然很想熬完这21天, 但是没有足够食物, 随时都可能晕倒在地上, 不知道她能否完成这次挑战, 这个女人实在太惨了, 被捆杀丘里好几天了, 实在爱得不行, 挖的一声直接哭了出来, 她的搭档凭借后世的脂肪, 感觉这里还不错, 这样一想, 小美感觉更加难受了, 当她像胖哥一样躺了一天, 虽然又累又饿, 但是之前好了不少, 事实证明, 来这里就是考验挨饿能力, 她这小身板只能通过食物为食, 小美没有太多的力气行走寻找食物, 好不容易才看到颗椰子, 实在绷不住了, 胖哥看起来精神不错, 借刀给她开椰子喝, 小美感觉这椰子实在太美味了, 感觉身体要舒服了不少, 经过再三思考, 小美还是觉得跟胖哥好好交流, 她深刻意识到自己当初说的话, 太过分了, 在这里向胖哥道歉, 希望大家能够和好, 胖哥也没有为难她, 两人在拥抱下和解了, 就在他们能一起完成这次挑战时, 小美出现了意外,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, 胖哥慌了, 赶紧救医生过来, 无论怎么呼唤, 小美都没有反应, 立刻将她抬走送往医院救助, 胖哥恨不得分点脂肪给小美, 让她好过点, 节目组很快就将小美送往最先的医院急救, 幸好小美经过了治疗, 很快就醒了过来, 医生建议还是不要继续挑战了, 很可惜, 小美只能放弃这次挑战, 希望胖哥能加油, 现在是第17天, 距离完成挑战还有几天时间, 胖哥待在营地里休息, 饿了就到附近寻找果实吃, 不过精神上不太好, 开始有点神经兮兮, 好不容易终于熬到了最后一天, 胖哥要开始准备撤离的工作, 他要直接穿越沙丘, 沿着河流到达撤离点, 差不多要走十多公里, 胖哥看了看自己的脂肪, 应该还能再坚持坚持, 独自一人行走在沙丘上, 不仅要忍受太阳暴晒, 还得被强方刮, 就好像有人拿刀对着一样, 身体感觉有点不舒服, 就超那么一点了, 他可不想关键时候放弃, 好不容易终于看到红色河流, 踩进去就像糖浆一样, 走走停停好几次, 就在他快要坚持不住时, 天空传来直升机的声音, 胖哥独自一人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, 完成挑战, 事实证明, 想要挑战成功还是得多吃点菜来, 还有谁过来参加挑战呢,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,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沼泽地里, 挑战也拜求生21天, 别人只能靠挨落完成挑战, 而他们饿了就到父亲抓鱼吃, 一箱砸下去就有条大绵鱼能吃, 整整一大块肉咬下去, 满嘴都是油, 甚至连鳄鱼都能抓来吃,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过来度假的, 这里就是美国最大的沼泽地, 里面栖息着各种各样危险的生物, 不过对于胡子哥和宝儿姐来说, 都是美类的食材, 胡子哥来之前剃掉了秀发和大胡子, 他秃了也变变强了, 他是一名特意老兵, 喜欢到野外探险, 直此刚好能够进一步提升求生技能, 而宝儿姐是一名陆军教官, 平时训练时就和恶语交过手,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展示如何抓鱼了, 专家非常看好他们的表现, 两人分数都非常高, 可谓是强强联手, 完成挑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, 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口毒奶了, 两人很快偷光衣服到沼泽里会面, 现在正在处于雨季, 为了安全起见, 要找到地势较高搭建住所, 刚走没多远, 就看到不少动物遗憾, 这应该是鳄鱼干的好事, 胡子哥有点担心鳄鱼会背后偷袭, 突然传来了美洲式的叫声, 原本还以为不会在这里碰到, 胡子哥又多了调要担忧的事情, 加上他是冰尾动物, 抓到也不能吃, 这才是最细的, 赶路时还找到玻璃瓶, 刚好能当容器装水, 这里到处都是水, 非常不适合搭建住所, 只能继续寻找地势更高的地方, 两人商量在树旁边搭建住所, 天空看起来想要下雨的样子,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, 宝儿节可不想第一天就临乘落舱机, 信号带了打火器, 卡猜一下就将火升好了, 然而至于比想象中来得更快, 两人只能临着与搭建住所, 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担心没有水喝了, 雨一直吓得不停, 开始担心这壁户所能否支撑得住, 整晚都不敢入睡, 好不容易才凹到第二天雨停, 但是水位上升了不少, 隔壁就有条鳄鱼, 还得防备用于上岸洗洗引地, 宝儿姐觉得这都是食物呀, 还不如主动出机抓来吃, 胡子哥一听, 这女人是个狠人, 水里至少有一点鳄鱼, 她可不敢冒险到水里大战鳄鱼, 而且她也没有抓鳄鱼的经验, 可不想开局就淘汰, 宝儿姐非常失望, 看来只能找机会自己抓来吃了, 不过最糟糕的还是夜里蚊虫叮咬, 感觉浑身上下都有蚊子在爬动, 整晚都和蚊虫做斗争, 然而效果并不是很好, 一个晚上就被叮咬成这个样子, 宝儿姐有点担心, 再这样下去自己的身体会扛不住, 问题来了, 拿个牌子的蚊香效果比较好呢, 这个男人在这里饿了好几天, 水里兮兮的鳄鱼不敢动手, 就在她不知道怎么办时, 突然有条鱼从脚边游过来, 想都没想直接扎了下去, 这么大一条鱼足够两人吃, 宝儿姐看到这鱼高兴快乐,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鱼, 不知道吃起来味道如何, 高端的美食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, 放到火上烤一烤, 就散发着一阵只肉香, 一口咬下去, 满满的幸福, 宝儿姐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美味了, 一条鱼最美味的地方就是鱼眼, 胡子哥直接生吞了下去, 能补充到不少盐分, 小日子好没享受多少天, 又迎来了暴雨, 他们只能被迫在营地里面避雨, 好不容易裁斗雨停了下来, 距离上次吃东西已经有好几天了, 趁现在天晴赶紧找点食物补充能量, 水位上升了不少, 猴子哥有点担心营地会被水淹, 好消息就是带进了有不少动物, 它能捕获到更多的食物, 宝儿姐实在受不了被蚊虫叮咬的夜晚, 希望编织的东西能够隔离蚊虫, 胡子哥发现这里有条大蛇, 立刻用木棍制服它, 让宝儿姐赶紧拿到刀过来, 直接收起刀落僵尸解决, 今天能够吃上食肉大餐了, 胡子哥处理食肉时, 发现里面有食卵, 对于宝儿姐来说, 那是相当美味的食物, 胡子哥还没有品尝过, 加点水放到咳里鼠, 看起来就像荷包袋一样, 吃起来非常香, 这一个让它们恢复了不少体力, 生活逐渐变得滋润起来, 但是附近的鳄鱼也多了起来, 现在是鳄鱼繁殖的季节, 所以一大早就听到它们叫声, 距离营地不到百米的距离, 看到一只只鳄鱼可把宝儿姐缠哭了, 他邀请胡子哥一起去受力鳄鱼, 胡子哥也有点膨胀了, 将武器打磨好, 要是能碰到落单呢, 这几天都不用担心饿肚子了, 他发现附近有鳄鱼行动过的痕迹, 这里的草丛非常适合鳄鱼做窝, 很难看金水里的情况, 胡子哥有点怂了, 宝儿姐非常无语, 没想到自家队友抛弃了他, 只能独自一人去抓捕鳄鱼, 隔壁就有条大鳄鱼, 宝儿姐这小身板可扛不住, 要是胡子哥下来还能尝试一下, 痛失抓捕鳄鱼的机会, 这让宝儿姐非常生气, 两人为了今晚的鳄鱼大餐争吵了起来, 宝儿姐都想进到巢穴里面挑选了鳄鱼了, 狠狠痛骂了胡子哥一顿, 等他冷静过后, 觉得刚刚实在太不应该, 幸好胡子哥并没有在意, 他只是觉得在水里不好抓, 不过今天什么都没有抓到, 肚子了, 这个男人被困在沼泽里饿了好几天, 隔壁就有好几条鳄鱼虎视眈眈, 他实在乱得不行, 打算和邻居亲密接触一下, 准备了有套索的肠困, 只要套住鳄鱼脖子, 今天他就能吃上鳄鱼套餐了, 当有鳄鱼落单在那里休息, 慢慢将套索放到鳄鱼, 鳄鱼被套索捆住, 身子在疯狂挣扎, 现在他是被掐到命运的喉咙, 就在男人想一道终觉踏实, 出现了意外, 信号并没有让鳄鱼逃脱, 独自一人将它解决, 很难想象几天前, 胡子哥还不敢去抓到, 到底发生了事呢,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, 直听他们照常到附近寻找食物, 刚好有条鱼出来溜达, 胡子哥果断出手, 轻轻松松就抓到一条大鱼, 要比之前的海大, 这难道不比什么鳄鱼肉还香吗? 一大块鱼排, 直接放到嘴里品尝, 胡子哥感觉每天吃都不会腻, 宝儿姐也非常喜欢, 但是到了晚上, 宝儿姐腹部脚痛非常难受, 整晚都在上土下泻, 一直到体量情况都没有好转, 胡子哥非常担心她的身体, 两人在这里吃的东西都一样, 理论上宝儿姐身体不舒服, 自己有可能也会这样。 未来安全起见, 还是得让医生过来检查一下身体, 宝儿姐已经疼得落泪, 经过医生的检查, 初步判断是肠道细菌感染, 只能到医院看看了, 这一去就不能再回来挑战, 留下胡子哥毒碎一人继续挑战, 他希望宝儿姐能早点痊愈, 同时担忧接下来的挑战, 宝儿姐直到离开都没有品尝到鳄鱼肉, 为了实在他的愿望, 所以才鼓起勇气去抓鳄鱼, 这一趟不仅证明了自己勇气, 还不用担心这几天的食物,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品尝一下鳄鱼肉了, 为了不少功夫将烟熏救驾弄好, 比较倒霉的是要下起了鱼, 这并不影响他吃肉, 一大块鳄鱼肉放到嘴里面, 希望宝儿姐也能品尝到, 不知不觉就到了第二十一天, 胡子哥要准备东西离开这里, 因为水位上升, 他也不清楚彻底点在哪里, 只能走一步算一不了, 吹林下容易藏着动物, 只能慢慢前行, 可还是碰见大鳄鱼, 前后不到百米的距离, 胡子哥赶紧绕路离开这里,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, 终于来到了撤离点, 工作人员准时上线过来接客, 现在他可以回去告诉宝儿姐, 鱼有多美味了。